哈囉,大家好,我是金魚腦 說到玉米,你會聯想到什麼呢? 玉米濃湯、稻米花、還是蛋餅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向西門的檢檢樹牙刷 到底玉米跟牙刷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這個刷頭的材質是PLA 也就是所謂的聚乳酸 是現代常見的環保材質 原料取自於根莖類的植物 玉米就是其中一種 但前陣子不是有人說 PLA其實沒有比較環保 甚至有人說PLA會藏很多塑料在裡面 等一下,我該不會被騙了吧? 關於PLA的材質我等等會提到 在那之前就先把刷頭當成一般的塑膠材質吧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碱碱樹牙刷呢? 因為它是由金屬手柄 加上PLA的刷頭所組成的 牙刷是生活必需品 每兩三個月就必須換一次 這也讓台灣一年就消耗了一億支的塑膠牙刷 如果可以做出一輩子都不需要丟的牙刷 對了,雖然刷頭不能用一輩子 但刷柄重複使用總可以了吧 於是象棋人就創造了這款金屬手柄的牙刷 換頭不換身 雖然它只剪去了牙刷的三分之二 還沒有辦法完全的零廢棄 但是長期累積下來的成果一定非常可觀 但是牙刷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牙齒的清潔 總不能為了環保就不顧牙齒的健康吧 因此象棋人團隊造訪了隻貓場和牙醫師之後 選擇了適合亞洲人嘴型所設計的刷頭及軟毛 減低對牙齒的負擔讓我們不用為了減素而影響自己的健康 我們來看看減減素牙刷家族吧 除了主角牙刷之外 當然也有刷頭補充包 以及我很喜歡的這個顧鏽鋼底座 底座有設計排水孔 所以不用擔心牙刷會泡在水裡 你看整組看起來很有質感 喜歡旅行或是平常會帶牙刷出門的人 這樣裝成一組也沒問題喔 再來是最酷的地方 因為送禮物總是個讓人頭痛的問題 象棋人可以幫大家做客製化的服務 你可以將朋友的名字或是想客製告訴他們 他們會用雷量的方式幫你刻在牙刷的握柄上面 如果家裡有很多人也可以把家人的名字 或者是綽號刻在牙刷上面 就不會搞混囉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讓我們來聊聊PLA吧 金魚腦的PLA小教室 PLA這類的環保材質已經在很多地方都有應用了 那它為什麼環保呢? 因為它是萃取植物澱粉後 經過發酵、脫水、純化所得到的 所以它具有自然分解的特性 就算燃燒也不會產生有毒氣體 像這次刷頭的部分也是歐盟認證的原料 非主要糧食及無基因改造的根莖類植物 應用上像是手術用的縫合線就是PLA的材質 也因為線會緩慢的水解 所以用PLA的縫合線就不用再做拆線的動作囉 那為什麼有人說PLA不是真的環保 而且還會掺雜一些塑料呢? 其實PLA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不耐高溫 所以如果應用在餐具上 很有可能會因為溫度的關係而軟化 一次有人就研究將石油機 也就是塑料跟PLA一起製作 加強它的硬度 而橡翅園的牙刷 因為沒有高溫的問題 總不可能你家浴室的溫度超過60度吧? 所以橡翅園所使用的PLA是純粹的生物機 並不需要添加PP這類不可分解的塑料 那我可以把我用完的刷頭埋在我家後院嗎? 答案是不行的 雖然PLA是可以被自然分解 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 要讓PLA分解並不是只是埋到土壤裡這麼簡單而已 除了需要特定的溫度跟濕度 還需要充足的陽光跟微生物去運作 所以即便是純的PLA 台灣現在也沒有妥善的回收機制可以去分解它 可遺憾的事就只能當成一般廢棄物送去焚化爐處理 如果沒有把PLA從塑膠類中分開 甚至可能令整批塑膠都不能回收只能報廢 所以記得在分類時要注意 這個不能丟回收喔 PLA不像一般的塑膠在燃燒的時候會產生毒氣 就連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 水資源消耗跟碳排放都比傳統的塑膠少 所以在塑膠牙刷跟PLA牙刷都不能回收的情況下 選擇PLA應該是更好的選擇吧 歡迎支持這次的群眾募資 從生活的小細節開始改變 累積起來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歡迎分享並記得設定公開 我將會抽出五位朋友 各贈送一組向新人的整減素牙刷 加入我們的美術就好減素互動園區 也有機會抽撞喔 最後別忘記幫我的粉絲專頁按讚 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紀力短暫 但是愛拍片愛畫畫還喜歡創歌的機率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